我们这里打开电源,围一下圆点,操作边往上推 抬生杆抬起来,它是自己落下去 第二步呢,我们把这个打包带哦 这边有几个标签,是哪一个方向 看一下这个打包带啊,是哪一个方向 它是有一个盛时针方向,这边是有几个标签的 盛时针,你看一下啊 我们打开这个布料罩,是哪一个方向 我们把它装在这个倒料槽里面 这边,我们打开划窗 看一下,这边有个划窗看到没有 我们把它打开划窗 这个袋子也要顺着一个方向 你故意看一下,也要顺着一个方向 这边有个卡扣,我们按一下啊 按一下之后把它卡进去 卡进去,关闭划窗 打开这边,有一个换袋模式 我们打开它,操作饼往前开 桌子会出来 我们的手接住一步的锻炼 当这个第一段安装,这个打包带出来之后 你看看好,我们打了底下来 我们的手拉住袋子 这个手操作操作饼 锻炼,这个袋子短一点 看一下啊 当收回去,当这个打包带 比如这个牵引头长 你看一下这个是怎么穿的 你看一下 来,我进来看一下 就是说,它是在这个外围啊 不是像你们那样穿的在里面 你看好啊 穿进去 手把它按一下 什么都不用管 从这个牵引头这边把它穿进来 能顺利的把这个袋子拉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收集锻炼 然后这边的模式 调回调整模式 这个灯不会再闪烁 只要一个绿灯 这就穿戴OK